大家好,歡迎回到第二節,《軍武器言》 我們也有Anson兄在這裡,Anson你好 你好,Larry兄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說說其他航母不同的消息 包括美國的航母,英國的航母,大家也知道這些聯合藍隊 其實還有很多的,包括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覺 澳洲也派了坎培拉號,其實也過了在南海 你不覺得嗎? 坎培拉號,暫時沒有什麼看 因為理論上,它上面都是直升機的 但是之後,如果經過改造 有一點像出運號和家學號 如果改造之後,非常有條件 在Potential上,就是8F35B 我們經常說的閃電航母 都是值得來人期待 當然,很多網友說,實話還未有一撇 不知道等了多久 澳洲又好像出名,什麼都來 現在還在搞潛艇的事情 還有沒有餘力可以搞這些 他被人拖單,這架潛艇 不關他的事 所以我們也要觀察一下 澳洲什麼時候海軍的戰力 都突然大幅度飆升 這個大家都可以看 我們先看看 伊利三百雷王號這邊 Anson,你可否跟我們更新一下這個狀況 伊利三百雷王號之前做了一個男長交替 有一個新的男長上任 通常一隻男的男長有一定的人期 為什麼呢? 就是不想一個男長在一個男長 在一個獨立王國這樣做 通常有一個轉移 通常很多海軍都會這樣 這次旗就旗在 他在海外做一個轉移 在關島 交替了一個男長 昨天他已經駛來了關島 看到那些船員在關島上 也有一個挺開心的 關島深導遊 看看將來的BBC的Documentary 會攝出一集去做一個關島深導遊特集 看看那些船員在關島什麼 其實看到一些獨版 行山 潛水 看看海龜 關島也挺漂亮的地方 很大自然 那句我很想去旅行 搞到我 然後我們去整體 那現在 呂王豪在衛星圖片上 看到他一出港之後 就向西北方向行駛 關島的西北方向 直插就是菲律賓海 那菲律賓海有什麼在呢? 其實現在菲律賓海非常熱鬧 有兩個雙航母編隊 現在Carl Vincent Vincent和Ronald Reagan兩個的CSG 都是在菲律賓海等著 雷王豪開飯 三個就可能不遲些 我想出街之後也沒多久 就看到一張照片 可能有三航母的照片 就是一架雷王號加Ronald Reagan 再加Carl Vincent 三架航母一個搭照 看看他會護了一些大規模的軍事演習 三架航母艦加上的艦載機 都真的很誇張 那些機海 你想想 現在在伊利三百六號上 算最少 18架 18架 現在18架加12架 18架加12架直升機 是 然後另外的梁獸 當然在戰神上 擺得滿滿 然後Ronald Reagan也不弱 加上一百架艦載機 所以都很誇張 大家也有留意到 這張艦艦追蹤圖 大家先看一看西太平 你有沒有看到有一點 我開箱也有看錯 這一點 原來不是一架CSG 你看兩個CSG Ronald Reagan CSG 和Carl Vincent CSG 他一點去形容 我覺得很過分 這件事 完全令大家有個錯覺 以為只有一個 航母艦打擊群 但發現原來他們合體 是兩個合體 大型的打擊群 是的 因為我們又要追蹤Ronald Reagan 其實他大概是四、五日前 穿了這個某個甲海盒 我們當時也有報導 然後他有兩艘巡洋艦跟著他 所以當時就穿越了這個位置 我知道大家就不覺得 你不覺得穿了這個位置之後 其實因為Carl Vincent 之前就是去了南海 然後又穿回去日本那邊 但是你又發覺 戰神號在日本琉球這邊 和日本這邊做了一些訓練 就是exercise 包括 很有趣 B52 試過在他附近出現 是由關那邊起飛 是的 他們是想模仿一下 舊蘇聯當時做的事情 但是自己和自己做 是不是在做對抗訓練 還是B52H也是關到飛過來 你感覺好像有些威懾的味道 附近是不是有解放軍 或者附近有些艦艦艇 在附近 出B52H一下 我覺得出B1B可能更加恐怖 因為他有很多反艦飛彈 他怕你看不到 威懾力會大很多 因為RCS100平方米 你來遠都看到他 但大家也看到他 他和日本空軍做訓練 包括F-15J、F-2等等 這個消息我們之前也有跟大家說 所以你就會觀察到 其實卡爾文森豪這邊 和日本這邊的互動做得很強 還有我不知道是不是 卡爾文森豪太久沒有過來 太掛念了 立即再做多兩次 我想應該是要分析 始終他這麼久沒有來 十幾年了 卡爾文森豪和日本都來 十幾年了 真的有點久 可能都要建立默契 兩邊的CSG 始終都要 還有始終在這個時刻 兩邊的關係緊張 始終派最強戰力的CSG 和附近的一些低頭蟲 做一些這樣的演習 去做一個威懾都對的 還有尤其現在之前 解放軍都在附近 在自己周邊海域 做了一些海上軍事演習 都很明顯了 就是對抗不未龍 你自己做 還有整個CSG 最加上是日本一齊做 現在英國一齊做 看誰搭馬 好像港數曬馬 兩邊 還有大家都有留意 就是 Ronald Reagan 你不覺不覺不覺 原來已經穿了巴士海峽 真的 我一直追蹤著Twitter 我都沒有很留意到 Ronald Reagan 什麼時候穿過巴士海峽 我想大家都猜他 飛奔回家 沒有想過真的停在這裏 跟Carl Vincent在一起 真的不預期 是的 他簡直是扭了少少 過了去菲律賓海 但我們都猜到 拍照一定要 大家在這裏打卡 現在 但你沒有想過打卡 你打得這麼帥 我開始時 我會想 為什麼卡爾文森會衝上沖繩 其實就是等你Ronald Reagan 過來這邊 拍照 然後你近一點 就回到華洛水河 但他竟然屈回來 就是菲律賓海 我立刻就覺得 哇 那這件事就飛給尋常了 是不是要近見呂王呢 找呂王出來 呂王剛剛又在關島出港 真的近水流台 先得月 就剛剛到了 是的 所以我們就得了一張 即是 假想圖 其實現在他們三架船 其實都是去一個點 大家走在一起 包括剛才Anson說 如果你看衛星圖 你會發現 雷王號潮著西北的方向走 是嗎 沒錯 所以再回合 這間Carle Vincent 下來 然後 Ronald Reagan 無可置疑 兩架船已經搭在一起 萬事俱備 你只欠雷王 等你開飯 等你差不多齊腳了 還有 這個就是我們覺得很神秘的地方 他在菲律賓海做軍事演習 就不出奇了 但是你見澳洲這個弟弟 竟然不加入 我覺得他是不是 之前 其實紐斯林 都說過會派一艘船 一起去加入CSG 其實紐斯林 會不會已經在關島 菲律賓海途中 已經加入了出來 明天才知道 有沒有機會 因為紐斯林 你上次說 有兩艘船 已經是他成海軍的半副身家 是 全副家當的一半 拿出來 真的很厲害 很比面 很比面 比面士頭婆 我們不可以說這個士頭婆 就是伊利西伯雷王號 過了來 現在我們說 澳洲那邊 應該會離開金蘭灣 看看有沒有機會 都會加入這幾艘 因為其實你都千載難逢 你見到戰神上面F-35C 然後魚鷹基 然後 Ronald Reagan 然後你見到雷王 這種三艘超級航母 合體很少見 有今生沒來世 除了上次 我們在說 川普那年代 那時候派三艘 Reagan 尼米茲 戰神 戰神 每一次這些位置 都一定要有他在 戰神那次也在 所以我們去觀察 這次是否一個很大的 warning 其實很明顯都是 因為其實美國 他口口不來打爛戰 但是誰都知道 爛戰一罪已經打響了 那是全方位去打壓你的 一定是 那他這次 他是和川普年代 有分別 川普年代是三所我的挑戰項目 但是這次他想表現 其實我不是只有一個 我其他盟友都在 我有英國千里條條里 地區盟友我日本 接著再遠一點 我去澳洲 然後尼斯蘭 我自己僅存的家當 我都拿出來 一起和你做 那其實他可以show 我想他之前 就是在歐盟做不到 在法國和他惹了面 所以最後大家 可能擺了一招和頭走 大家就算了 那可能他想走的路線 就是說我不單止自己打 其他盟友 我區域內的盟友都會一起出來 那這個我覺得是他想show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和川普年代的三項目的分別 就是說我 不只是美國的三項目 我有其他英國的項目也在 其他國家澳洲和新西蘭的support欄都在 或者可能究竟日本志衛都會加入呢 其實很近的 看看會不會做一個 真的一個聯合艦隊的demo形 出來給大家看 是的 還有大家發現聯合艦隊 現在你看到這幾艘旗艦 包括美國的航母艦一定是旗艦 現在伊利三百雷王號 或者接下來的Prince of Wales 我相信他們都幾經常會派一個常駐在亞太地區 其實因為英國還沒出 明年的防衛預算 在聊天 雖然還沒出 但是也會出現出來 就是他們覺得是一個Russian fleet的demise 很壞 死亡 那就是死亡的demise 他覺得英國和澳洲水域 常駐一個航空母艦已經夠了 其實他是有能 因為根據他自己的續航力 以及根據他這次海外部署的經驗 他覺得Under Angus那裡 其實有一個打擊群 戰鬥群 或者是一個長駐的遠程的艦隊 是適合的 是放在Indo-Pacific地區 其實Under Angus很明顯 他是想放在澳洲 其實我想在將來那個時候 一個常駐的Queen Elizabeth Prince of Wales 可能大家比現在的頻率更加高 就經常性出現 在這個印太地區是絕對不出奇 我們之前也說過 就是這個HMS Tamar HMS Bray 兩手其實是OPV 其實他的最主要用途 純粹是想work up 他在新加坡那隊crew 但是如果是Under Angus這個框架 他可以是一個澳洲比較大型的軍港的話 其他大的規模的一個艦隊 長住在這個遠東地區 Other than這個新加坡 其實是一個更加的comprehensive 始終是說對於英國來說 和上一次的冷戰不同 上一次的冷戰在門口打 這次他是要在遠離家鄉的地方打 就是出外靠朋友 其實這個朋友 澳洲就可以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支援 有軍港 有支援 有人員 有部級 最重要可以做R&R 可以做一個長時間的deployment 在一個遠東地區 我覺得將來就算不是一個航空那麼大的群 可能一些比較主要的戰艦 可能四五營 或者現在下水的二六營 二六營澳洲都有 可能更加可以幫助保持 之後的三一營 三一營是港島民 一定是海外部署的 三一營 這樣之後 我覺得在澳洲一些常住的英國的艦 我覺得是一個很可能的 所以澳洲來的角色應該都頗積極的 不過我是有少少擔心 其實達爾文說的 提供不足夠 你看他現在都是海關陸戰隊 在美國那邊 但是大型的艦艇都不夠 甚至他們本身澳洲的潛艇中心 都在Perth那邊 你看到他出來 其實我真的覺得 他在Perth那麼遠 他真的過來南海 過到某個位置 柴田潛艇沒有力氣 所以要核潛 所以其實達爾文的位置真的很漂亮 但偏偏他又不是潛艇中心 如果接下來有核潛艇之後 再加達爾文 我覺得是如父天翼 達爾文近很多 始終在二戰的時候 都是一個當年 聯軍捱打前的時候的前線基地 達爾文 現在是這個局勢 我相信如果中國 中國要從一個澳洲 做一個常規作戰的計劃 應該都會走回日本那條路了 所以達爾文都是首當其衝的 但是一個首當其衝的位 同一時間是一個很好的 staging point 就是一個反擊 所以達爾文我相信 將來將會進行擴建的機會都不少 可能展示到像現在的傲慢 那樣的英軍基地 就可以擺放整個大擊群在這裡 可以做維修 那達爾文的擴建 我覺得在這個Angus下面 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要談的項目 所以大家會看 而且不可以少看日本 因為日本還有兩艘未加入聯合艦隊 包括我們說出雲號、家學號 現在他都沒有出過 他之前有做 但是這次沒有出來菲律賓海 他之前只是和呂王在日本附近拍了照 之前和美利堅號 之前試過出雲美利堅和呂王 那次出雲那時候是伊勢來的 如果是美利堅號那時候 他只是出雲和呂王出來走個圈 但是看看以後可不可以見到出雲、家學 加入聯合艦隊 如果他之後有F-35 那他年尾就會進行F-15B的升降測試 我想應該在中短期都會見到 他開始了一個活躍的情況 作為一個閃電航部的角色 我覺得其實日本 如果將出雲號、家學號 都放在F-35上去 一個輕盈的航母艦 我覺得到時日本 南水海軍這一塊puzzle就完成了 現在我自己覺得 日本的南正敦衛不是很小 但你感覺整體上 他都不是很常出做親善訪問 做一些港友訪問很少 反而主要是留在西太平這邊 跟美國做一些海上演習 或者遠極都是去夏威夷 關島做一些 例如我們說環太平洋的軍演 或者去到澳洲那邊做護身軍都 但你眼睛覺得 他都是類似中國海軍 都是很綠水的 都是在沿海附近玩 所以如果他出了家學號 我覺得將來出雲號 100F-35B之後 別說 第一個馬上去夏威夷做一次訪問 然後轉過頭去聖地牙江 你這樣就證明了自己的南水海軍 這樣就很害怕 但我自己懷疑 究竟將來出雲家學上面的F-35B 會不會是日本人炸呢? 我覺得會不會像女王這樣 但女王起碼應該中隊美國 將來會不會在家學出雲上面 只是放美國F-35B中隊上去呢? 有沒有可能呢? 我覺得有機會 因為始終要回避和平憲法 灰色地帶 如果船就是海上自衛隊 但機器就是美國的 我覺得就沒問題了 但我覺得很尷尬 尷尬就是這班美國海軍陸戰隊 又要聽日本的指揮 我覺得 依你366號 理論上 F-35B 美國那邊 你也要聽藍上的指揮 但是 如果你是日本 我總是覺得怪怪的 英國和美國的關係 我覺得OK 被你運了過去 美國和日本從來 哪個上面 哪個下面 大家分得很明顯 很明顯 你怎樣一個日本的艦長 去指揮 你跟我死去飛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日本人真的能否承擔 這件事 我覺得是對的 在外交上 你會覺得壓力會小很多 是 而且 亦都這樣說 都可以協助他們 訓練他們的那些 駕駛 怎樣去做 尤其是 我覺得他們都沒有這個經驗 都是 真的 很久了 很久了 起碼到現在 都沒有試過 有一架固定翼機 在一架船上起飛 真的 很久很久沒有試過 因為始終 受限諸這個和平憲法 所以你看到日本 你看到有出雲交課 它是隆重其事 這件事 因為是可以 其實日本的航空母艦歷史 我想如果不是中間斷了 在二戰之籌 它基本上是這個世界三大海軍 而且在二戰之前 我相信航空母艦最熟悉的是日本 那它二戰輸了 它就不可以有些攻擊性武器 那就沒辦法了 但是它一直 我想它始終作為一個賭國 它都想有一個強的海軍的心態 是一個很正常的事 它終於 相隔七十幾年之後 終於可以有一架航空母艦出來 我想都很隆重其事 以及都一個是 李懲碑 可以說是一個 可不可以真的 Revival 因為我們都看 如果你說海權國家 其實你不是數到多少個 美國是一個海權國家 英國一定是一個海權國家 但是你再數我覺得 好像你剛才說 二戰前的三大海軍 日本也是 所以我覺得這三個國家 都真的我們可以稱呼為 名符其實的海洋國家 海權國家 但是日本有些比較畸形 因為它現在的情況 又不可以宣戰 受限於這個黃憲法 又沒有正式的國防 國防軍 都是自衛隊 所以我覺得現在 他們都是一個機遇 例如保衛台灣有一個機遇 在東海裡面 首於第一島有一個機遇 甚至乎他們 under attack也是一個機遇 如果他們under attack 可以實現他們的服衛權 對他們都很重要 如果打一場仗 改變了以前二戰的規則 重寫這個規則的時候 他們就不需要背著歷史的包袱 所以整件事 我們都不知道歷史 接下來怎麼改寫 不過我們看到 西太平洋相當混亂 聯合艦隊 你看到現在 其實都還未是一個最頂盛的陣容 現在仍然在形狀 包括將來澳洲核潛艇的加入 包括日本的F-35B 即是艦隊的成立 甚至澳洲有機會成立F-35B 印度現在出了首航母 印度上將會有什麼艦載機呢 我們是很熱切期待 它上面有些很奇怪的 例如一架俄式設計的航母 上面有美式的戰機 或者有陣風M 或者全部都是古靈精怪 但是你會發現 印度這樣的戰力 是很恐怖地提升的 即突然間你又變成大黃蜂 雖然你很難想像 大黃蜂如何滿載掛彈 在這些地方裡面 我經常大黃蜂用滑跳起飛的畫面 總是覺得不太對 即是好像去錯地方 是的 總是有點錯這個畫面 我覺得 我想像不到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 接下來你會發現 我們經常說四方安全會議 其實四個國家都正在蛻變 我覺得 包括美國的戰略正在蛻變 從以往單打獨鬥 變成一個聯盟的領袖 後面做了很多支援的事 包括做一些 我們經常說的 空中或者海上的聯網 怎樣令到多些傳感器 無人戰 科技戰 資訊戰 或者我們在說電視戰 很多東西去統袖大家 印度現在將海上力量提升 澳洲就直接配備它 即是由這個 直接工裝 即是你見到 由小便變成這個 弟弟 日本就固然會繼續幫助它 即是配備多些F-35B 所以 即是來近太好玩了 所以大家記得 黏著我們軍武器言 來近應該還有很多消息 繼續跟大家去講 這一節來到這裡 大家記得幫忙看廣告 訂閱我們YouTube Patreon 還有我們現在課金多個渠道 就是PayPal TigerNHK Gmail.com 香港的網友可以 通過PayPal 就課金給我們 我們廣東話軍事的努力發展 另外 就多點留言 like share 大家可以下面留言 即是你覺得聯合藍隊 還獻奪些什麼 大家可以在下面 就隨便 可以發表意見 好啊 那我們就跟Anson 在其他世界復活消息 就跟大家去做一些評論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拜拜 拜拜